嗨 各位觀眾 我是雪兔 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前往 雅虎 如果有跟到這次的直播呢 應該會理解 雪兔現在要去做什麼 我準備 來去試吃 Beta醬 跟 咪嚕所做出來的料理 而我這一個vlog呢 最主要是記入 我胃的狀態 我想要知道說 吃完了會不會 肚子不舒服 就可能史塔克先生 所以我感覺到有點不大對見 好家在的是 我的家中與醫院的距離 還算蠻近的 有隔壁就是長庚 應該是不會出什麼事情 誇大了好不好 我相信只是個食物而已 不至於會發生什麼樣 危險的狀況 可能會有人發現 近日的vlog可能蠻多的 因為 在搬家的這段期間 我沒辦法使用電腦 而搬到這裡之後 我們的網路呢 是剛剛才弄好 我已經激進在一個禮拜 可能更多的時間呢 我都是用手機網路 而手機網路呢 能做到的事情 不多 我能跟阿神他們拍影片 算是我的極限了 再更多的 就會有點 沒辦法啦 好不好 家裡的話 因為我還會請人做打掃 並且還有一些東西 還沒佈置完 所以還不會排開箱 等完全打掃好了之後 以及佈置好之後 會給你們看一下 可能再稍等我 一兩個禮拜了好不好 口罩呢 再進出一些公共的地方 例如捷運啊 火車啊 高鐵啊 其實還是要戴啦 現在疫情 其他地方好像又升溫了一些些 我們還是要做好自我管理的部分 屆時真的大爆發 就真的很麻煩了 小心為上 好不好 這門面真的超難看的 我在想 到底怎樣可以讓這個門面好看一些 應該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機場捷運長的樣子 這也是長跟站 沒錯 往台北車站 這裡好像當初我們去新加坡喔 超級挑高的耶 超級挑高 我第一次大家集結到台北火車站 雖然這一條是藍線 啊也不是藍線 紫線 但我們要往板藍線 哇高喔 天啊 我像個香巴勞一樣 土豹子進城喔 等一下我發現那邊好像比較漂亮耶 現在走過去好像有點太晚了 你真的好像機場喔 太像了吧 去機場前的事情 然後因為現在沒辦法把 現在應該沒什麼人在出國 所以這邊 空空如也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哇好想出國喔 天啊 我也好想要出國打比賽喔 然後去日本打比賽 打BGGGG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要去搭板藍線是往哪邊走 謝謝 板藍線在神線台北火車站 謝謝 各位快看啊 太帥了吧 這裡 這就是我說另外一站比較漂亮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它這樣坐的真的很漂亮耶 然後下面還有水流的布底 nice喔 我們就是趕快去搭車吧 不然我覺得 就要小遲到了 在工作之餘啊 你也要去尋找的快樂的成分 這就是我在探索這些地方快樂的圈圈 嗯 嗯 4 miles away I can tell that something's off The way you're looking How you pause When you talk I think you said enough You said you love for me something brand new You said this is something you would never do Here we are in a car Let me see who you are 直接到天黑耶 我的天啊 我現在呢 也算是快到了 好啊 等到室內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拍 有什麼東西不能拍 我盡量能呈現給各位看的 我就盡量拍好不好 不能的呢 我可能拍角落給你們聽聲音也OK啊 好的 現在是開播前的五分鐘 很高興製作人有準備給我一杯水 可以讓我數個孔 好家在呢 我們煮東西的地方離廁所 就一不知藥 等一下我再拍給你們看 因為現在整體的狀況還蠻混亂的 貝塔獎跟米露呢 他們似乎有提前的先做一顆試看看 看起來成品好像還可以接受 但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誰做的就是了 然後以及他們所分工的BBV了 那此次我看到有蠻多 可能不應該會出現在 章魚燒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對此感到非常的 害怕和恐懼 我就吃吧 等一下直播 那你們想看到更多的話 就記得去看一下 貝塔的直播紀錄的 好開心喔 有眾多的觀眾呢 還是很擔心學錯的胃的狀況 但全部都叫保重 洗胃的前一天 勇者出現 好啦各位 我們已經算是拍完剛剛的小教室了 八成以上都不能吃 我一點都不期待可以吃到另外的巧克力 現在目前我這一盤 那個巧克力太苦了 75%欸 欸我自己吃巧克力 我都不會去買75% 好不懂到底哪人有機會去買75%的巧克力 那個豆沙那個真的好吃 可是它是僅止第一口是OK的 後面那一口就WTF 就是會越來越膩 它膩的程度 它邊際效應力也是直接像做元宵飛燈 往下降欸你知道嗎 米露真的覺得 任何東西沾上桃梅都可以過一樣 這個不行 這就是絕對不能夠 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就像是異形欸 它的醬就是從裡面直接蹦出到外面 所以它這一顆沒辦法合起來 你第一眼就可以知道這一顆就是桃梅 欸這個是有起司啊 我不敢嘗試了不好意思 桃梅真的太難吃了 這個應該就是沒吃到的紅豆 在直播台上面沒有注意到 沒有吃到的紅豆 我就想吃看看 紅豆是唯一過關的 所以為什麼章魚上會做成這樣子啊 這一盤呢 不好意思了 如果難的話 我真的很希望小光羽毛阿森可以過來吃 拜託了 下次的Yamiro Game 你們就過來這邊 好不好 我認為製作人一定非常歡迎你們過來吃 不要讓我看到下一次 他們來吃的時候是正常的食物 而且是好吃的 我會整個心裡大崩壞 我會一直在聊天 是講說為什麼 千百個為什麼我在聊天時機空大 老實說 我現在胃真的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經歷了鹹 鹹 鹹家鐵 還有保健實體 的實力 我現在真的 胃有點不舒服 你知道我 我給你看一下我當初在吃那個巧克力的臉 就這樣 我整個臉就這樣子 很醜 來我給你們看一下幕後花絮 因為這邊呢 是剛剛拍攝的地方 然後這裡 是一個主菜的教室 那這邊呢 有雪兔夢寐以求的廚房 那邊真的很漂亮 然後剛剛也跟金哲嘛 他有在想說是美洲三嗎 還是美洲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五點到九點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五點到九點 算學說菜 反正就是一起來做菜才對 補菜單的共同料理 就是我準備煮菜 大家一起討論一起煮 所以你不知道今天要煮什麼 就是很surprise的料理 那你可以了解到說 在討論的過程中 你可以交到朋友 然後你可以也在這邊 學習到不一樣的菜單 然後像這樣子的煮菜空間 很棒 儘管啊 我不是說天天在煮 但是你知道 就會煮就是想要嗎 這一個區塊 總共有三個可以組的空間 第一個是這裡 另外一個是 剛剛裡面的空間 還有更裡面的是工業風 三種的風格都不一樣 我覺得是因人而已 看大家的拍攝需求嗎 其實我不知道到底要怎麼 人數是第一個考量 第二個是拍攝需求 主要是你們人多的話 就是要選的比較大的空間 你們能少 想要租廚房的地方 我們也有小的廚房 然後旁邊呢 其實也有蠻多可以吃飯的空間 那裡面還放個桌遊 真的超厲害的 我剛進來的時候 這是桌遊的店嗎 下次我一定好好問 今天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就像是 你合約沒看清楚 然後你直接簽下去了 你倒都 被混得一認一認的 但你卻沒辦法反過 因為你簽署那一份合約 然後我上了這個節目呢 我沒有問低太多的 detail 當他們拿出那些 被章魚燒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知道大事無妙了 那大家為什麼要跟我講說 今天要顧好你的胃 好啦 希望有機會呢 可以來這邊學到料理 我們這邊結束了之後 要回家了 你也要不是 你餓了吧 你還是要去那裡 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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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